在这两个月 教会有个主题的系列广道 就是要我们一起在这个 充满不安 充满动荡的香港社会里面 一起看爱国 看耶利米爱国 好像再次提醒我们 我们今天的苦放上帝知道 我们的困局上帝明白 甚至在圣经记载 故此很愿意在广道之前 我们一起再读 耶利米爱国第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 经文在你的秩序表 或者在PowerPoint 这些字小得太吗 小得太的我读给大家听 耶利米爱国第二章十一节这么说 我眼中流泪 以致失明 我的心肠妖乱 肝胆逃地 都因我种民遭毁灭 又因孩和和吃乃的 在城内街上发愤 那时 他们在街内街上发愤 好上受伤的 在母亲的怀女将要赏名 对母亲说 谷酒在那里呢 耶路撒冷的民 我可用什么向你证明呢 我可用什么与你相比呢 石安的民 我可拿什么和你比较 好安慰你呢 因为你的列口大如海 谁能医治你呢 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 并没有显露你的罪业 使你避露的归毁 却为你见虚假的物事 和使你避赶出本境的缘故 甚至 烦恼过的都向你拍掌 他们向耶路撒冷成痴笑 摇头说 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 称为全地所喜悦的 就是这成吗 你的仇敌都向你大大张口 他们痴笑 又似此说 我们吞灭他了 这身是我们盼望的日子 临到了 我们眼看见了 要我说成就了他所定的 仍然了他古时所命定的 他庆福了 并不顾惜 使你仇敌向你夸耀 使你敌人的国也被高举 十八字 石安的闻的心哀求主 石安的城墙 愿你流泪如何 昼夜不息 愿你眼中的同仁流泪不止 夜间 我每逢交间的时候 要起来呼喊 在民主面前 倾心如水 你的孩童 在各市口上 受我发分 你要为他们的性命 向主举手祷告 耶和华 求你康顾 见你向谁者约恨 婦人 将在大会的日子朝聚人一样 而我说法路的日子 无人逃脱 无人存留 我们所遥论所养育的婴孩 受敌刀杀剩了 我们低头图告 亲爱天父 我们在你话语面前 我们无不惧怕 无不探色 我们在我们的苦群当中 我们心如刀割 我们看见诗人 都经历相似的局面的时候 我们显出我们的微小软弱和无奈 我们呼求我们的主 救我们脱离厄运 脱离困窟 脱离滅亡 主啊 让我们在呼求的时候 靠你随听 让圣经的话语 带着力量 我们前行前变的道路 我们的祷告仰望 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原来我来了恩福十年 第一次在祖堂讲道 代表五堂的团队和大家文安 在讲这篇道的时候 很沉重的道 但我会在其他堂上讲过这个故事 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故事 话说美国有位大学毕业生 这位大学毕业生 他读高科技的项目 拿到博士学位 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就出现问题了 原来这么高学历就高不成低不就 他失业了半年找不到工作 那失业半年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呢 又要户口又不想拿救济 于是他就看报纸了 有没有工作呢 又不用抛头露面 又去做着低微的东西 那他找找找找 报纸有一篇就说 有个动物园死了一只猩猩 那他需要找人扮猩猩 那他就想 扮猩猩没人见到我 又可以户口 都不错 于是他就认证了 就扮猩猩了 那你马上穿了一套猩猩衫 没人认得他 那每天他的工作很简单 就睡、吃、跳而已 那他扮猩猩在动物园里 哼哼哼 就跳下跳下 那些人就说 这个猩猩很有趣 会听人话的 很懂人意的 那就做些动作 那就得到人的欢迎 有一次他在动物园里面 就试试玩一个单杠 那些猩猩跳下跳下 而且这位人士 他原来在大学是玩体操的 擅长单杠 在这个时候又一展锁场了 于是在一个猩猩猩猩猩猩 就玩单杠 跳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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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引来很多观众看他 后来出了名字了 很多人在礼拜日 专门去到动物园 看那个猩猩玩单杠 有一天 风和日丽的一个早上 礼拜日的清晨 很多人来到动物园 看那个猩猩的表演 我看到今天这么多观众 那这个人扮的猩猩呢 他就想今天要做多些高难度的动作 于是他就玩单杠 就单手大回幻 踏一个圈 两个圈 三个圈 平时三个圈是足够的 那他不管了 今次同场街踏第四个圈 踏到第四个圈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世界是有离心力的 一踏到第四个圈 一只手没力了 就松了 啊 就跌到旁边的龙那里 那跌到旁边的什么龙呢 是狮子龙 最惨的是狮子 通常动物园的狮子龙 狮子睡觉 那个狮子没有睡觉 看着他 那狮子一步一步 走往他面前 那你叫不叫救命 叫救命就穿布 不叫救命死硬 于是去到 那狮子一步一步走往来 那头跌到他面前 那死也要叫 怎样想叫救命的时候 狮子突然掩住嘴 然后头去到旁边 没有捱自己人 原来那狮子都是人扮的 这个虽然是一个故事 是一个笑话 但是也好像是一个很惨痛的现实 每个人都带着面具做人的 每个人都不是真身去见人的 那可能我们面对很多的环境 我们很怕雨 很怕我们那种羊上出现 我们每个都假扮 假扮没事 假扮光强 假扮我们把我们的情绪压应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你的现象 我这个大男人 潮州大男人就是这样 我在香港不敢哭 我看起来看到感动的镜头 我趁老婆看我之前 马上瞎了眼泪 或者我看到 我想流泪的时候 假扮什么 假扮卡 假扮什么 就不要被人看到我哭 我真正第一次认真哭 是我40岁那年 那年我一个人背着背 他留在欧洲 那天我记得在德国的 附身一个城市里面 你知德国出车面喝啤酒 喝了这么大的啤酒之后 喝完 接着我走回旅馆那半个小时 我走那半个小时 大约晚上11点 一路走一路哭一路哭 原来我里面有很多哀伤的情绪 我不敢在香港哭 我里面有很多不开心的感受 我不敢触摸 我压抑直到我老婆见不到 没有香港人见到我 在一个外国的城市 我敢哭出来 戴着面具做人 不知道是不是今天你和我干净 很多时候我们说 跪头要起落 你要感恩 你哭 你软弱 你没有信心 我们很多包袱 我们很累 很累 很累 但是感恩的 当我看到耶利米哀歌 看回圣经 原来圣经当日的先知 以前的古人 甚至神喜悦的仆人 原来他们哭过的 他是一个人来的 今天我们再次看耶利米哀歌的时候 再次对照一下我们今天的感受里面 或者甚至说我们要放下我们的面具 我们重新面对上帝 面对自己 当私人面对着 各破家亡 当私人看到 来巴比龙军 大举入城 手略杀人 甚至成被困多月 他们没有食 要吃自己孩子的时候 耶利米哀探 为什么神的子民 神所揀选的百姓 去到今天如是警方 所以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就说 何景如此 何景如此 我们讲东话 为什么搞成这样 诗人在第一章就说 第二章第十一节 我眼中流泪 以致失明 我的心肠妖乱 肝胆涂地 耶路撒冷文 我用什么向你证明呢 我用什么与你相比呢 石安的文 我用什么和你比较呢 好安慰你 因为你的裂口大如海 谁能医治你呢 没理由神的子民 不是得到神的保守的吗 没理由神所揀选的百姓 不是得到神的庇荫吗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呢 于是我们种种的理念 种种的神学解释 不能够解释今天现象的时候 我们会出现那种的相同悲哀 要这么说 当我们的理念不能够解释 这个扭曲的现象 这个世界现象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悲哀的光景 甚至说我们的信仰 不能够解释到 今天的世代扭曲的时候 我们不满意 不甘心 我们会问 为什么这么扭曲 上帝你去到哪 为什么去到这么惨 神理不理呢 我们种种质问的时候 到底我们坚持我们的信仰 坚持我们的理念 甚至我们怎么走下去的时候 我们就走入一种迷惘 哀曲 失恨 悲哀的光景 面对这样的光景 你可以怎么自处呢 耶利米哀哥 就是在说我这个光景 最惨的是 我们面对那种无助的时候 我们没有解答的时候 我们很不安的 于是婆婆 她肯定来找些解释 肯定来作个理由 好让我安心 我记得 我团契有位姊妹 她很年轻患了癌症 患了癌症的时候 她经过化疗 电疗 再加上标靶药 受很大的痛苦 有一天她走到我面前 她就问 牧师 我今天患病 是不是我前世做得不好 是不是前世做错事 这个病得很凄惨的姐妹 问我 你会怎么回答她 你信仰不正确 你要读回基础神学 有什么机会真理 不是这样 我就是这样说 我说 姐妹 归咎前世做错事 这件事不能验证 但是我体会到 为什么你 推论到这个答案 因为 在不能够预测 控制人生当中 你很想找个解释 好像可以掌握一些东西 这个掌握 很安慰你 现在有一种 掌握不了命运的感觉 一样 前世 一来没有圣经恩据 第二件事不能验证 但是我看到你的需要 很想掌握 很想明白 很想了解 原来真的说得很真实 别是无妄自在 不能控制的环境里面 我们很想掌握 找个解释 最惨 我们越找解释 越扭曲 越找解释 越乱离 我记得 我以前教会 有位弟兄 有个家庭搬到新屋 搬到新屋之后 过了没多久 这位弟兄患了重病 教会有三姑六婆 那些教会有三姑六婆 就说 你当然没有找牧师祈祷 搬到屋的时候 所以有病了 这样也很难 原来我们强加解释的时候 是不能够解决的事 而且更加 令事情更加不同 我记得在旧日圣经当中 有一位人物 叫做若白 大家记得他的故事 很惨 他是一个义人 义人到一个地步 好人很敬虔 又敬畏 又好得无比 谁知道一家死了 财物没了 身体又生瘡 他生了朋友 怎么跟他对话 若白当然是你犯罪得罪神 若白说 我哪有犯罪 就算是犯罪 也没有罚得那么禁 可能你犯罪 你不知道而已 那没理由的 可能你家人犯罪 有很多理由 有很多解释 但到最后 上帝显然 就清灰生的朋友 谁用无知的说话 与我说话 甚至你没议论我 不如我的仆人若白说的事 原来我们强加解释的时候 是不能够有很多答案的 你知道若白的受苦的原因是什么 撒旦在天堂那里控告若白 如果你拿走若白的福气 若白是否这么劲 并且跟随你呢 那上帝就说 好吧 我就让撒旦拿走一些福气 看看是否中心 很有趣 这个天堂的控告 若白到死那刻 知道吗 知道的举手 是若白到死那刻 都不知道的 其实若白的好事 好像告诉我 有时 人受苦的理由 到我死那刻都不知道 原来我们需要留白给上帝 留出解释给上帝去管理 有时我们一生不明白为什么 但不明白为什么 不是等于没什么 而是我们去上帝面前 沉迷我们的父方 当旧约的世界 旧约的圣经 他强调了一种叫做文约神学 这个文约神学就是说 当我们跟随上帝的时候 上帝有赐福给我们 当我们离开上帝的时候 上帝就在淋到他的百姓 于是 今天以色列人为什么各破家亡 因为你离开上帝 这是真的 但我们会问 想不想法到破家亡那么惨 法一下就算了 搞到我们寸草不生 于是我们在这个悲哀质问当中 我们在不甘心 为什么罚我们这么多 巴比伦人 他们还好得我去哪里 为什么不罚他们多些 在不断质问 这个质问里面 我们在文约神学 和悲哀质问当中 互相的糾纏中 成为哀歌的图画 人生很多东西解释不到 但是悲哀是真实 所以洋言木谷牧师就说 信仰不是解释苦难 信仰是去承载苦难 原来你受的苦 前人都受过 你受的苦 上帝是知道 故事的时候 我们再看哀歌的时候 我们明白上帝知道你的感觉 在第十四节有一节有这样的记载 当时先知很生气很生气 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现象 被灭口显露你的罪业 使你秘老的归回 却为你见虚假的物事 和使你被说出本境的缘故 当耶利米先知 承受上帝的启示 预告耶路撒冷会灭亡 会被巴比一轮不征服 上帝的心意要你们被老 那时呢 相反耶路撒冷有些先知 他出来干什么 平安平安没有灾祸 平安的时代已经内陵了 那时耶利米先知 他受上帝的御示 你要做个木架 整个锁 锁住自己 于是耶路撒冷会被巴比龙捆锁 你们要面对审判 那时有位先知叫做哈拿尼亚 他为了讨证者的欢心 为了讨民众的欢心 他说耶利米我有新的启示 什么新启示 这个木架将会打烂 你们两年后会释放 耶利米说 什么上帝有新启示 他回去求问上帝 上帝是不是有新启示给哈拿尼亚 但是上帝说没有新启示 这个启示是对的 耶路撒冷必被忘 于是乎耶利米对哈拿尼亚 上帝告诉我 你是假先知 然后圣经就说 耶利米说 耶和话说 你今年必死 那年哈拿尼亚真的死了 好像是密兜故事的妈妈 最后死了 真的死了 当假先知 为了讨政权开心 讨民众开心 讲假的信息 颠倒黑白 扭曲事实 甚至对的讲为错 冤屈黄正正 这个是不是今天香港的现象呢 有时我看回 在最近这半年 政治风暴的香港 在电视上打烂电视机 反过来讲也有的 什么都可以的 明明是受伤的 就变成被捕的 明明是打人的 变成被受害的 明明是方言的 唐然黄之一的讲 哇 什么世代 香港 有些代言之后 现在香港不是我们所认识的香港 反过来讲也有的 扭曲的时候 我们感受到一个很大的破伤害 这个伤害去到的地步 我们互相猜忌 互相阴谋论 于是彼此的不信任 这个不单是香港 教会也是 但是因为政见不同 彼此怨对 这个和悲的现象 当彼此不信任的时候 记得那11月24日 你们是否早上投票 是不是 为什么 我排了八个字 有些排了两个小时 为什么 每个人都有阴谋论 每个人都有阴谋论 每个人都接到投票 每个人都不投票 每个人都倒乱 每个人都没有投票 每个人都担心 每个人都担心 每个人都互相不信任 每个人都被打运 每个人都说 各国家的情况 讀过香港版本,好吗? 香港版本就说了 烦恼过香港的人都向你拍掌 他们香港痴笑、摇头说 难道人所称为的金融中心 世界文明之都 称为东方之朱的 就是写成吗? 新加坡都向你大大张口 我们痴笑又彻彻说 我们取代他吧 自身时,我们盼望的日子临到了 我们亲眼看见了 这当然是我处改的经文 但是我们都 在这半年里 我们过去相信我们所持守的法治 所持守的文明 所持守的种种制度 原来是这么脆弱的 竟然可以说一晚就没有了 我们为这个城市爱哭、爱哭、爱哭 我们不断地问 为何我们复心经营 就是半个世纪的香港 弄成这样 我们很夸口的 我们多么有制度、多么文明 半年玩了 我们好像耶利米当日的处境一样 我们很多不明白 很多不甘心 为何弄成这样 在面对不明白的时候 我们会在那里 我们会在那里 我们在那里 好像无助 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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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在一个月 这个时间 今天是15号 上个月的13号 中大围困、里大围困事件 大家香港的政局都很动荡 很多团契都没有聚会 因为这个礼拜六交通不方便 又不知会不会那晚会有更大的冲突 我团契这些都继续有聚会 我立刻改成祈祷会 在这个祈祷会里面 我和大家读《耶利米爱过》 我和大家看 原来我们的痛、诗人都有痛 接着我们在那里哀求、哀动的同事 我们很多不明白 我们就写下我们不明白 我们就连在那个十字架那里 于是乎 大家将他不明白的纸 写下不明白的连在那里 我就和大家说 其实我们的信仰容容许我们不明白 我们上帝容许我们面对我们不明白的地方 不要大面具 我们困扰的 当中有很多不明白的内容 我读几章 我觉得很有意思 不知道是不是你和我的心性 他就说 行公义的神 我们正在非常困难之中 你听到吗? 你在哪里? 可以怎样听到你的声音呢? 求你兼顾我对你的信心 教我如何仰望你 求你救救我们的城市 有一段就说 神啊 我看不到前路 我很痛 无助的闻啊 等你救赎 撕裂的如何修补 不明白 不明白认识多年的弟兄姊妹 在今天的社会运动中 不能竟然不能揭替保守核而为一的心 主啊 这些日子我心里厚 愿意愤怒 愿意愤怒 我信仰一直告诉自己 其实耶稟 都好像我和你一样 向上帝呼求 我们不明白 我们拥抱 我们不明白 我们向上帝呼求 爱歌的诗人 作耶利米爱歌 就是好像我们一样 对上帝呼求的声音 上帝你向哪里 你出手吧 你帮我们吧 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在德国的纳粹集中营 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这个故事由神学家梦文 一位德国的神学家 在他的被钉字十字架的上帝一书 这么说 他在纳粹集中营的时候 那帮犹太人被困锁在纳粹集中营当中 那些丐世大气堡 那帮德军 他们容易杀害 有时一帮德国的军人 他们想到新的游戏了 就捉一个犹太的小朋友 叫全集中营的人 走出来去赶场 看我如何问掉一个小朋友 当中一个很天真无情的小朋友 在中央犹太人面前民调而死 那帮犹太人感怒不感言 他们有任何动作的时候 会立刻被人唱弊 于是乎 有些人就说 上帝你去了哪里 上帝你去了哪里 说下说下 很多人说 上帝你去了哪里 为什么这么不义的时候 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当大家在那里 小小声 心里拍下 上帝你去了哪里的时候 后面有个人就说出 上帝在这里 被人民调而死 这句话 大家好像很叛逆 其实他在说这个现象 当人类人性灭绝 当人类任意妄为 当这个世代扭曲 无形中 我们将上帝拒诸门外 我们无形中 将上帝的神圣 在我里面的人里面 充满上帝的神圣 完全吻灭 于是我们间接 很想将上帝杀死 上帝在当中民调 当然事实上是真的 当人类在罪里面打滚 充满谎言 充满扭曲的时候 上帝降身在人间 上帝不是要千军万马 审判大死 而是上帝降身在人间 和我和你一起受苦 最后被钉在十字架 死了 上帝和我们同金共苦 圣诞节 受难节 就是说这个故事 上帝和我们一起受苦 在18到22节当中 诗人去到忍不住了 他就在这里说 石安的闻的心哀求主 然后他有几句很特别 第20节 第21节 第20节 耶稿说 耶稿说求你观看 见你这样 见你向谁这样狠 你发怒的日子 杀死他们 你杀了 并不顾色 你招罪四位 惊吓我 他当中 公司人去到一个挺憤怒的光景 质问上帝 是你杀的 是你害他们的 你不救他们 这种埋怒 这种埋怨 好像对上帝的埋怨 叛应 杀不如说埋怨 杀不如说是对神的真情的倚磅 我记得我的儿子 现在我的儿子十九岁 我很记得他小时候 两三岁时一个图画 有时候我的儿子很帅 打烂一些东西 发脾气 扔一些东西 我们打去 腾小腾去 打去的时候 我儿子会做一句一件事 搞得你打不下 就是怎么样 我打去的时候 他跑来抱着你 你的小朋友有没有笑 你打去就走 他跑来抱着我 那时候你打不打下 打 你照打的 怎么这么残忍的 我打不下 我打去就走来抱着我 我觉得 私人就是这个感觉 我们被上帝惩罚 但他抱着你 上帝 我们很惨 很痛 很痛 你不知道吗 你不痛吗 知人不是叛逆 是想和神 爱求 亲近 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的信仰 就是很容易 和神有距离 前一段时间 台湾有电视剧 叫做 我们与我的距离 今天我就问 我们与神的距离 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与上帝的关系 客客气气 上帝 你还你 我还我 人世间政治问题 你解答不了的 算吧 上帝 你也是在教会 是你的势力范围 特区政府 中央政府 不是你的势力范围 或者去到一个地步 我们信仰还信仰 生活还生活 我们去到一个分裂的角色 这个客气气的信仰 我告诉大家 你成在不了生活 客气信仰 你会过去精神分裂的生命 我们不能够做到 生命生活 合一化 在旧约圣经当中 有位学者叫Kos Bettenma 这个人 是一位 很专业 电堂级的旧约教授 唐又知的老师 他就和我们讲解 在圣经当中 有哀歌的传统 哀歌和玩歌是不同的 什么叫玩歌 玩歌就是可能桑礼播的歌 或者人很伤痛唱的歌 或者一些很细族的流行歌 很简单的 我说几句你会明白的 我孤单 我寂寞 我寂寞 我冻 绝对空虚 无人 触摸 刺肺堆 是一种哀动的 是一种哀动的 哀歌 就是说我们是上帝真正的祷告 我们不甘心于我们苦难当中 没有上帝听 我们不甘心我们苦难当中 没有上帝参与 这个就是哀歌 故子让我们是唱这个哀歌的时候 我们是哀上帝 上帝我们同 你知不知 你知的 你抱一下我 这个就是我们真正的祷告 在我记得 我在十年前 那时候我未来阴福当传道人之前 我刚刚离开旧的工厂 未找到新工厂的时候 我在阴福堂崇拜 你知道阴福堂因为地方大很迷卖 很多行家转工厂就在那里迷卖 很多传道牧者在那里迷卖 那时候我在那里聚会了半年 那十年前 09年的復活节 我坐在三楼中间的位置 Jeffrey这个位置 我坐在那里 我受到復活节的崇拜 我对着十字架上帝祷告说 上帝 我当牧师做了二十多年 那时候做了二十多年 很惨 做牧师是被人欺负的 被人冤枉的 被人掌握左边掌握右边的 不想做牧师 你收回我的呼照 我在三楼那里哭了 上帝 你求你收回我的呼照 做牧师很痛 不想做牧师医行 那时候我真心地向上帝哭出来 祷告 当然了 后来之后 我去完欧洲回来 就来殷福祖了 那十年来说 我在殷福祖是有封城的 没有人敢欺负我 有数目色照着 在那个过程里面 后来我回顾原来我这几十年 最新城的那次祷告 就是在三楼那次的祷告 我和上帝很近 很痛 很近 很连细 哀歌就是在说 我们在苦难当中找不到出路 我们留在上帝 故事在今天的最后环节 我请Bill和John 和我们唱一首哀歌 一首我很喜欢的哀歌 是在哀探我们现在香港的光景 在哀探我们城市的一首歌 谢谢你 鸣节哀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热 何处是盼望 我看到矛盾撕裂 最伤我心极其悲伤 那那我心前无你 如露似梦鸡水 山那我心我伤你 偷住三眼海 何处无力前往 眼泪已呼叹 看不到远景 何处是盼望 何处到矛盾撕裂 最伤我心极其悲伤 由我唱爱国 爱好这诗诗 何处你侧意侧意 听这地声音 何处知他念吻 何处露药与孤异 重演于大水的高烟 何处乱与孤异 何处知他念吻 何处诚 何处知他念吻 何处知他念吻 何处誠 何处露药与孤异 我犯疏 仍当仰望着 甚是我帮助 白酒身边向我施签 黑夜 我要歌唱 吐告我的主 用我唱 爱歌 爱哄这诗诗 有你得意 得意 听着你生日 同主 此下年晚 练顺流药与呼吸 重演于大水的歌红烟 同主 此下年晚 练须流药与呼吸 重演于大水的歌红烟 宣伍曲 浅沙 我们第一头 吐告 主啊,这半年 我们看到香港的光景 我们看到我们心外的城市 我们光辉不在 我们心何景的痛 我们多年经历 努力经营的我们的文明 原来这么脆弱 我们多多呼求上帝 求你念我们的城市 我们每晚看完新闻之后 我们眼中流泪多时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哀哭 听我们的哀求 是你临在当中 带领我们超越这个压运 带领我们跨越这个苦惑 我们刚才的哀歌 成为我们重型的祷告 求你念我们的城市 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命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